据新加坡亚洲新闻台报道 在美国乡村地区 当地的电信运营商 几乎无一例外 购买华为公司的设备 因为华为的产品 不仅价格合理 还十分靠谱 通过华为的设备 当地人用上了 高效会计的网络 但美国政府的意志禁令 恐怕将严重打击 美国乡村地区的网络建设 这令一些美国电信运营商 十分担忧 宾夕法尼亚州当地电信运营商 LHTC公司在过去五年 一直购买华为的设备 为当地人提供 高速互联网服务 这是Huawei ONT 它进入客户的家 然后它能够使用 为购买客户的 电脑服务 电脑服务 和电视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凯尔说 华为一直以来 都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 他从不担心 华为产品存在 所谓的安全问题 但美国政府封杀 他华为的举动 令公司的未来陷入困境 我感觉我现在中央 在中央的交易战争 我们没有选择 只能一直往前 直到有人来 就会把这种选择 你必须和华为 在那时 就像我所说 我们怎么能够 改变 我们已经在那里 美国凯托学会的贸易专家 丹·伊肯森表示 虽然美国政府内部 国会和情报部门的一些人 都说华为威胁到了美国国家安全 却没有拿出任何的证据 并不能让大众信服